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美轩博士的一个安装机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配件的安装 配件的话呢,我们首先来认一下 风胸杯呢,它是有三队,共六个大小不同型 有70,有80,还有90的各一队 这个风胸杯呢,它是有一个三空管 两通的这一边呢,是接在我们的招杯上面的 接在招杯,一边一个 然后另外的这一通呢,是插在这个地方 插在这个地方,插进去就可以了 当我们要操作的话呢,必须两个杯同时接受到客人的品牌 要不然它是吸不住的 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一个振动按摩锤 震动发热按摩锤,直接在这一个孔 插在这边,从我们的左边锁过来的第一个孔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但我们如果要取下来的话,要有技巧的看一下 要把这个螺丝,这边稍微的往里面按一下 然后这样才能拔得出来 插的时候呢,就需要按,直接对准好 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美胸模式贴片 这一个呢,是美胸模式贴片 直接插在我们左边锁过来,第二个大孔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接,接下来呢,这些贴片我看一下 相对应的哈,这边红色的,我们就两对红色的 一对红色的,把它扣上去 白色的,把它扣上去 好,还有一个黑色的,不是一样 把它扣上去 好,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划指头 划指头,当我们需要用划指头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罩杯的接线拔出来 罩杯的接线拔出 把划指头的接线插进去 把插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说需要用到这个划指头的时候呢 一样的,我们要把这根线拔出来 要把这个插进去 只要是用到负压的,我们统一是在 有一个接口在这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 面板的一个操作 插上电源,打开电源开关 密码的话呢,是123456 打开电源开关 开机之后呢,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密码是123456 我们看一下,我没有手指啊 23456 按这一个,确认解 这是进入 进入之后呢,我们需要点一下 点一下它的 点一下,我们来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 我们不需要动 那是修改密码 建议千万不要去动这一块 我们就点基本设置 中文 好,这些都高级设置也好 基本设置也好呢 我们不需要去理会它 高级设置是更改密码的 基本设置呢,是修改它的中英文的 我们直接点击面板 任一个地方进入 进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封胸模式 第二个是滑指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美胸模式的贴 胸部贴 最后一个呢,是震动按摩锤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呢,是需要用到我们的第一 第二个配件,滑指头 我们点击进入进去 进入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有P1 P2 P3 P4 P5 P6 六个模式 P1到P6,六个模式 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点到P6的话呢 7的时间是2.5秒 放的时间是1.5秒 如果说我选择P5的话 它的时间都是设定的 都是已经 后台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那 做 如果说是做滑指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模式 如果说是做滑指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P4的模式 吸的时间选择1,2,2秒 放的时间选择1秒 然后,直接点击进入 进入之后呢 就用这一个 首先用这一个头 我们去把 疏通它的筋膜也好 或者是说把 我们胸部外扩的脂肪 游离到 通过这个负压头 把脂肪吸到我们胸部来 首先是用这一个去操作 你要配合筋油 筋油 如果说负压太大的话呢 我们后边是可以做调整的 后边是有一个专门调整的一个旋钮 这边是旋钮 越往右手边脸 越往我们左手边脸的话呢 负压是越小 螺丝脸的越紧的话呢 负压是越大的 这是第一步 用划指头 这个划指头除了可以做脂肪游离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拿来做一个疏通经络 像我们的盘关筋 背部 肩颈 包括我们的 腿部上的经络 手臂上的经络 都可以用这一个 如果说 当我要做手臂上的经络的时候呢 觉得 这个头不好操作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小头 用这个小头 可以去做一个 脂肪游离也可以 做一个手臂上面 经络的疏通 像如果说手臂 有些的胸部外扩 它会有这种腹弩啊 或者说 背部比较厚实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将脂肪游离到我们的胸部 做完这一步之后 做完胸部游离之后呢 我们是用我们来封胸 封胸的一个罩杯 封胸的罩杯呢 可以根据客户的胸部大小 来选择适合它的一个罩杯来的 我们也可以选择 70号 也可以选择80号 在操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了 两个杯必须同时接触到皮肤 如果说你只是在做这个杯 这个杯没有放上去 你是整个也吸不上来的 必须要两个杯同时操作 那如果说是做胸部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规矩部份的承受能力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 我们可以给它选择 吸0.4秒 放0.4秒 这样高频率的去操作 客户会感觉非常舒适的 当然有些客户呢 它能够承受承受的压 这种负压大一点的 你可以选择吸的时间 可以长一点 我跟你说我吸的时间 我可以选择2秒 也可以选择吸的时间2秒 放的时间1秒都可以的 这个是胸部 做完胸部之后呢 你需要涂一些精油 做渗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当你涂上一些乳酸 或者精油的时候 风胸膏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摩锤 去做按摩 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呢 可以按摩胸部 加速产品的一个渗透来的 同时呢 针对于一些小叶增生啊 这些小疾病 这些堵的现象呢 可以做一个疏通来的 这个呢它具有震动按摩的 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好 站立 反回 点击进入 好 这里有一个强度 强度指的呢 就是它的一个震动强度 这个呢 温度指的是这个 探头发热的一个温度来的 14温度呢 是探头现有的温度 我们启动一下 你看 这个还带一个圆红外线 它可以有效的去疏通 我们的一个胸部的一个 一些乳腺来的 可以疏通我们的一些乳腺来的 那 频率越 指挡是最高的 它震动的呢 就是越快 通过这个高频的震动 可以有效的去起到一个 按摩胸部的一个作用来的 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最后一步的话呢 我们是选择这个胸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胸贴来的 这个胸贴呢 就是你有胸部膜的话 或者说乳酸的话呢 弄好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胸贴贴到客户的 胸部上面去 直接这样贴上去就可以 贴上去之后呢 把这里有扣把 就上 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胸部 刺激 刺激它产品的一个吸收 同时可以刺激它的一个 鲁线来的 因为它这个呢 是带生物电流的 这个是最后一步 大概的时间是在15到20分钟左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仪器的一个保养 因为这个仪器是带负压的 又使用处品 首先我们看一下机箱 机箱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清水去擦拭 都可以的 但是要拧干紧毛巾 触摸瓶这一块呢 是不能碰到水的 如果说碰到水的话 它会反应不灵敏的 千万不能碰到水 我们可以拿回去的时候呢 拿个保鲜膜来包水 稍微把这块瓶保护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配件的一个精神 配件的话呢 都可以拿酒精去做擦拭的 这个配件呢 它是ABS材质的 我们是建议用生理盐水去做擦拭 不建议用酒精去擦拭 因为是建议上 我们看会损坏这个材质来的 这些呢 都可以用酒精去做擦拭 消毒来的 这些都可以 还有一个是管道的清洗 管道的清洗的话呢 这根管子 风松 风松杯的这根管子 我们用完之后呢 可以用开水啊 稍微去 清洗一下 还有一些 这边后面有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 如果我们看到里面非常脏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拧开 把里面洗干净 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一定要装紧了 这个是整个美松模式的一个 安装紧 操作紧 我们一个注意事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